来啦 兄弟们 这衣服 这衣服是一个320防御极限减273 再除以个1.5 理论上的极限防御能容炼到31 但是这一个衣服有双加 考虑到有双加这衣服容炼到个24点防 是不是差不多 然后呢 魔力15最多能容炼到29 也就是能魔力能容炼个14 魔力容炼个8点 差不多极限了 是不是 看个力量可以转换成多少魔力 29乘以个0.4 再除以个0.7 29点力量大概等同于16点魔力 用16再加上一个15 熔炼再来个8 等于单加39的魔力 再乘以个1.5 再加24的防御 再加273 这衣服等于综合356的加法西的衣服 和这个比呢 我觉得一定是这件衣服 这个衣服双加也不低 能容炼到27 但是我觉得法系到后期还是追求全魔的极限灵力 这个能给你带来最极限的魔力 相当于单加魔力的极限 而且不注重防御把魔力容满的话能更强 兄弟们 有一个老哥正在建定150衣服 专用点不点 问大家点不点 快点说 专用点不点 150衣服专用点不点 号175 点不点 点 没点 没点出了无级别 今天早上 那个立魔双加的无级别衣服 中间出了一次专用 差点给专用点了 点了以后你就是下一个开心歌了 175级拿着150的无级别衣服 也不能说完全没有用 你起码能打上18段19段舍利子 理论上有这种可能 但是你不会打 兄弟们刚才这波沉浸了吗 体验了吗 爽了吗 兄弟们